我们背对背拥抱 hello 你好 我是可恩 从伦敦来的现场直击 刚刚华为就发布了四款新机 第一款有普通版的华为Mate 20 第二款有高级版的Mate 20 Pro 第三款有主打大萤幕娱乐的Mate 20s 第四款还有就是走高速线 你用什么钱都要买的Mate 20 Pro 这次华为Mate 20呢 其实都改了很多东西 就有样子改了之外 它还有里面也改了很多东西 包括加入了很多黑格机 那到底有什么黑格机呢 马上带你去看 Go 这次Mate 20四台新机 用上了很baton的摄像头设计 就是C筒 华为发布会上表示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Porsche的超跑919的灯的设计 我是不懂怎样欣赏啦 看上去我是觉得像 1 4头2去McDonald打包四包水咯 Mate 20搭载了6.5寸FHD Plus全面屏 18.7比9的比例 你会看到哦 它旁边没有什么变框 指纹识别器在摄像头下面 看起来很可爱耶 有点颠覆一向来Mate走的商务路线啦 这次变可爱了 Mate 20 Pro就好小咯 可以讲是这次发布会上的重头戏 搭载了6.4寸2K Plus的Super AMOLED 双曲面全面屏 上面这边有刘海也有这个FACE ID的结构光 人脸解锁功能 一根五个颜色 分别是黑色 青色 TWILET见面色 蓝色 还有一个粉红色 诶 讲真的啊 拿在手上手感真的很好 加上超窄边框设计 我觉得就它是女生也hold得住啦 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跟Mate 20不一样咧 后面没有指纹解锁的 不要傻啦 Mate 20 Pro作为高级版 当然没有后置指纹 这样简单啦 还有的是最近很hit的评价指纹解锁 大家出觉 赢没有 而且Mate 20 Pro这是第一次带了史上最快的 充电技术 40万 另外还有一个很芭比的功能 就是无线反充 据说可以帮iPhone charge两至三次电梯 Mate 20X最大的特色就是除了大 还是大 它配备了7.2寸的水滴全面屏幕 因为是主打娱乐 所以你想想看 你用这样大的屏幕看自己玩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很爽些 屏幕大电池也当然要跟着大啦 5000毫安啊 马来谁没 而且Mate 20X还第一次配备了Pen 名字叫做M Pen Mate 20 Pro设计版 其实跟Mate 20 Pro的规格参数 没有什么两样 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外形设计 后面这边第一次用上了皮革 然后中间那条其实是玻璃来的 感觉特别硬 我一看就爱上了 总结来说Mate 20这次除了改头换脸之外 它加入了很多好像很厉害的功能 看来这次真的是塞浪了啦 好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报道的话 记得留手链给我们 然后如果你想要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Like加分享喔 我是肯恩 下次再见 拜拜